他是一个世界顶级杀手 他更有自己的一套拷问方式 打开工具包 这动作怎么看都是在喂杀猪做准备 然后再用喷枪给倒消毒 这样死者就不会感染病菌 这个就叫专业 男人都要瞎尿了 没等用心直接杀都招了 身后的小粉丝一脸的崇拜 客客气气的送五迪离开 看着五迪离去的背影 瞎尿的男人忍不住问道 这部多伦多来的男人 本拥有杰森郭坦森主演 可他与片方发生了争执 因为郭坦森想把该片拍成二集 遭到拒绝后 郭坦森潇洒离去 而五迪哈利森补位成功 五迪早已匿问了杀手生涯 他只想攒够八百万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 管理者又发来了新任务 一个叫马林的客户出价二百万雇佣五迪 此次任务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往海边的一个小屋审的密码 就在五迪前往任五迪点时 泰迪也来到小屋 泰迪事业屡屡失败 潜移屁股债还总没时间陪妻子 他本想送两天海边的小屋给妻子轻生 可模糊的订单让他看错了数字 小屋里负责接待的光头 直接把他当成五迪了 还特意拍下照片发给老大 既然人都到吗 那就开始工作吧 把泰迪领进地下室 泰迪当时就懵了 这里面怎么还吊着一个人呢 根据几人的对话泰迪也明白了 他被误认为多伦多来的杀手 他需要什么出密码才能离开 他也只能被破研下去 否则他的小命可能就不保了 他一边小声跟男人说着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又为了不被揭穿大声喊着要抠下男人双眼 男人真害怕了 他没想到杀手竟然是个精神病 他的心里完全崩溃了 一字不差地说出了密码 总算门混过关 就当泰迪暗自叫好时 一个闪光弹丢了进来 这回轮到泰迪下庙 踏踏声呼喊着 自己是个好人 千万别开枪 可后面两个汉匪可不管这些 拿起枪就开始反击 双方展开交互 场面那叫一个刺激 泰迪直接被煤气罐干飞了 接着就被当场逮捕 本以为解释清楚自己就能回家了 结果自己被误认为杀手的照片已经发给马林了 泰迪当然是不同意了 明天还得给妻子播生日了 可警方早就给妻子安排好了特工助理 会照顾妻子直到泰迪回来 此时伍迪早就到了小屋 也知晓了警方要用泰迪来找到他的部主 警方在泰迪身上安装了跟踪器 让他与部主方面接触 见面后泰迪就被带上了车 而伍迪劫持了警方的人 别让他告诉警方泰迪已经扔了追踪器 在一辆大卡车里 结果警方成功地跟丢了泰迪 任务的第二阶段 泰迪被带上飞机前往托多里 去找一个叫格林的男人 伍迪悄无声息地出现在飞机上 杀手永远都是人狠话普通 保镖拿出照片 他们仍然坚信地认为 泰迪就是多伦多杀手 伍迪也开始最佳的解释方法 没几下就看倒了几人 泰迪觉得下一个应该就是他了 驾驶舱的门终于听到外面的声音了 打开门却被武迪一脚闷了回去 结果一刀插在了飞行员的脖子上 飞机完全失控 所有人都失去了平衡 一名醒过来的手下捡起了手枪 反而射中了窗户 刺耳的气流声让所有人都捂住了耳朵 武迪趁机将一名手下堵住了窗口 巴尔比泰迪慌乱中拉下了拉卡 强大的吸力把武迪吸出舱外 幸亏绳子缠住了武迪的脚踝 一枪打飞了抓住自己的人 武迪还没等喘一口气 泰迪不甘示弱地也来个挨的爆发 沉稳的武迪激动绳索按钮 两人终于被拖回舱内 飞行员已经挂了 飞机快速地朝下面扎去 多亏杀手专业能力强 泰飞机也是必休之客 否则两人已经下去位于冷 飞机安全停在波多里头 划破机舱里的油管 武迪扔下了打火机 两人向城市里走去 武迪有个想法 他要让泰迪替代他继续完成任务 因为那张照片 恐怕不如现在只认为泰迪才是杀手 迈阿密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 杀手小麦正在执行任务 管理者的电话突然打来 让他举拨着一个把目标人物带给客户 报成是200万 看来管理者还是不太相信武迪 反而雇用了新的杀手 武迪两人来到一家科技公司 由泰迪单独去完成任务 他则在外面指挥泰迪 为了活着看到妻子 泰迪只能胆战行进的独自前往 里面坐着四个男人 他们需要泰迪找出叫格林的人 深吸一口气 泰迪要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手拿小刀挨个询问谁是格林 反而不小心划伤了一个人 泰迪没想到自己会晕血 看到那个人的伤口 他实在是憋不住 吐了两个男人一身 地中海终于忍不住了 谁又能想到逼宫会这么恶心 电视里可不是这么严的 格林被找到了 其他几人也没有了价值 黄毛准备灭口 凯迪想阻止他 却被他发现了耳朵里的窃听器 两人从格林的口中得知 马林要启动一种避震炸弹 这种炸弹会模仿成避震效果 让人以为就是自然灾害 而炸弹需要密码和格林的指纹才能启动 伍迪是不会把格林带驱将固住的 不过他却砍下了格林的手指 接下来让泰迪把手指交给马林 这次任务也就能完美的结束 可杀手小麦却突然出现了 一个旋风踢掉到伍迪 在抢走泰迪手中的手指带 顺手把他扔了下去 伍迪起身射向小麦 小麦却伸手敏捷 直接开了急跑 躲过了伍迪的射击 可在跳楼时把手指带掉落在空中吊势上 泰迪也幸运地落在了上边 一把抓住了带子 伍迪与小麦隔着吊势开火 可他却打中了泰迪的批评 泰迪把带子扔给伍迪 结果他用力过猛 带子仅仅扔出了一米就掉在舞池里 两人第一时间冲向带子 泰迪也掉了下来悬化在空中 利用泰迪撞倒了小麦 伍迪上前打晕了他 也成功抢回了手指 在卫生间给泰迪爆散伤口 突然闯进的男人看到这幅画面好像有点误会 转身离开卫生间 他感觉好像打扰哥俩进行 管理者电话又打来了 不停地重复询问五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 泰迪发现了猫女 他觉得管理者骗了五迪 可五迪并没在意 两人都已经合作二十年了 马上要到夜晚了 五迪同意泰迪去和妻子见面 警方也通过特工助理得知了约会的弟弟 提前控制了所有监控设备 没想到顶级杀手也有害羞的一面 看到泰迪妻子带来的朋友安妮 五迪一脸羞涩 都不敢指示对方 还得人家女孩主动邀请他去跳舞 急人跳得如痴如醉 外面的特工也等不下去 看到小麦走进餐厅 泰迪脸色立刻黑了 他拉着五迪跑向后门 两人跑到杂务室 五迪此时的脑中只有安妮 泰迪说的什么他根本听不进去 小麦随后也赶到了 一番打斗后 手指不但让小麦抢走了 就连五迪的大腿也被泰迪打中了 就怕神一样的对手 更怕猪一样的队友 如果两者都有 那只能说运气太狗 交易正式开始 管理者带着小麦来见马林 就当要给出手指时 泰迪也来了 果然马林都认为泰迪才是多伦多的杀手 管理者都无语了 可他没有证据解释啊 就当双方便解释 因为闪光链又被扔进来了 做中小队直接冲了进来 对着里面就开始各种突突突 五迪趁着混乱拿走了现金 小麦也带着管理者逃出窗外 只有泰迪全程划水 再次被警方抓住了 经过化验 手指根本不是格林的 而是那个黄毛的 看来五迪从开始就没想把格林交出去 此时的五迪正在家查钱呢 他终于能开一家餐厅了 管理者打来电话给五迪下了最后通牒 任务没完成他没资格拿走那些钱 不过没什么用 五迪完全不理会他 管理者只能雇佣更多的杀手去干掉五迪 他们有来自俄罗斯的大壮 来自东京的贱人 还有来自塔克玛的大壶壁 对于另一边的泰迪来说 这个刺激的冒险结束了 他也该回家了 可妻子却离开了 他其实从来不需要泰迪有多成功 只想他陪在自己身边 哪怕一次就好 泰迪很内疚 他很想补偿妻子 突然妻子发来信息 他要坐下午四点的火车回娘家 泰迪连忙让妻子等自己 急踪踪地向火车站跑去 可他有点不注意交通规则 在马路中间乱跑 小麦走下车 拿着球杆逼问五迪的下落 接着他就失去了最心爱的球杆 还有更加心爱的某钱装备 五迪还是来了 他监控了泰迪的手机 看到了他的信息 他还是不忍心看到泰迪死去 他会陪着泰迪去找他的妻子 关于着孤雁的杀手也接连赶到了 跑车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 两人躲进旁边的健身房 大壮正在里面等着 结果刚让个箱 就被旁边的电锯狂人踹趴下了 基本都到齐了 那就啥也别说鼓起来 泰迪被大腐壁盯上了 两人在内排上一决生死了 泰迪不甘示弱 上来就是一通王八拳 结果连个屁都没打到 就被摔出了内台 五迪一一第三也不落下风 大壮啥也没打 就是被啪啪打了 看到泰迪被扔出来 他终于感觉自己有了用武之地 而五迪用杠铃片抵住斧头 接着搬向另一边 听着喊声都替大虎壁捧 五迪再抛出杠铃片打了 打撞都快被打成大胖 仅剩最后两人了 五迪一个爆冲 抱着一个人摔到楼下 泰迪也被大虎壁死死按在地上 五迪两人最终还是划不敌重 小麦突然又出现了 一枪一个崩飞两人 一脚踩住五迪 那二百万也将是他的囊中之物 泰迪他闲神威 一拳揍晕了小麦 可换来的代价就是手段了 两人还没当喘口气呢 管理者亲自充马了 这娘们看起来就不像好人 对着两人一顿团荒乱炸 追着两人到一个仓库 泰迪再次拉下拉的 管理者掉进了海水坡 恐怕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两人走出仓库 五迪又不见了 泰迪回头却发现了最后一个杀手 中惊大剑人 他拔住五十刀 潇洒地挽了一个高花 可来得多潇洒 走得就多痛苦 一切都结束了 五迪让泰迪派自己的车去找妻子 速度太快了 泰迪差点撞上老太太 一个酷酷的飘移 把车稳稳地停在了火车道上 终于及时赶上了 妻子还没登上火车 下一幕却不是小别生新婚的喜悦 而是一切紧在不严重 一年后 五迪如愿意常开了自己的餐厅 而他和泰迪也成了一辈子的朋友 典型的爆米花电影 实在不值得二刷 也就看个热闹吧 也理解郭坦森为什么强烈要求拍成二集了